Nent Flash大厂威藤凯霞 位于日本的两座工厂 因为原料污染导致生产受阻 有平面媒体引述供应链说法 接获美光 烹制Nent晶片合约 现货价双涨 合约价涨17%到18% 现货价25%以上 是目前已知涨价幅度最高的业者 部分台厂将因价格上扬受惠 超为14号表示 以大约500亿美元 完成收购晶片设计公司赛林斯 15号超为以市值1977.5亿美元的市值 超越了晶片大厂英特尔的1972.4亿美元 台湾新贵股王绿介科技宣布 预计3月15号挂牌上柜 成销价760元 创上市柜记录 绿介是台湾规模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品牌 合作商家数量高达31万 绿介去年税后纯益3.17亿元 年增74.1% 目前台湾线上市场商机 一年约3000亿元 但线下一年刷卡金额约3.22兆元 绿介透过推出线下刷卡机 整合线上线下金流 南韩电子元件制造商三星电机 将在越南北部的一家生产工厂 投资9.2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257亿元 这项投资将促进公司在越南太原省 现有的印刷电路板和其他手机零组件的生产 并将提高公司的总投资22.7亿美元 约新台币632亿元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台电视台